現在看MeToo它在哪些領域裡面活動的時候 你會有個發現 這些領域今天為止 在這些活動的領域裡面 人還多多少少相對來說 會受到一些公眾倫理的壓力 不管高校的老師 公益界的人 還有公共知識分子 他們多多少少有一些面對公眾的 在公眾面前受監督的壓力 這也就造成這一類 我指的是 當你這一類在這些領域裡面 這個行政法被爆出來的時候 它目前在中國法治之路不通的地方 它還是有一點點可能被解決的 儘管可能付出大家非常大 在其他領域裡面 包括商業的領域和政府機關裡面 我認為就幾乎不存在這樣的一個 既不存在這個機制 甚至都不存在這樣的一個倫理 也不接受公眾的壓力 那如何去解決這一類的問題 就決定了在這一類 這些領域裡面 人們更多的是想要沉默 因為在這些領域裡面的揭發 目前來說還看不見可能性